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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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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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那一个就我就赶紧先给文先做一遍怎么去做 因为对因为本来是想做翻译 但后来发射 Lakes 字幕真的太麻烦了好 那一个 价子 那首先先画一个圆 对吧 现在画一个圆这里的圆圆先 画一个圆以后那一个对哦 不用有边 另外呢 是这样子 呃 你们需要把这个新宝给打开 啊 新宝 你在vindow 然后新宝 这里是可以打开的 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东西呢 对 呃 这样子 画个这样子小块啊 这个块你们随便画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我只演示 你们呃 对不是很重要 好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点一下 左键点一下这个 然后这时候按一下 alt 再按着左鼠标左键 按着左键还没充开吗 现在你按着两个键对吧 再按着shift 然后这时候三个键同时按了 然后 不是 你 你再按着这个键以后 然后拉出来以后再按去 对 就是说按拉了这个块以后 你再按下去 对 保证它是左右水平的 然后 三个键一起松 三个键松了以后 对吧 然后再按 control 然后再按一下d 对 再按 然后d松开了以后 control不要松 再按一下d 对 一直这样 哎 你也发现对 是可以这样子重复的 对 好 那这样子你喜欢反正整个 然后 control 叫g 群柱好 然后把这个拖到这里面single 然后这里 没错 都不用管它 对 然后这个东西 你现在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 都ok 好了 那我们先下来这样子 然后今天要讲过了 就怎么去直接生成一个p logo 这样子 那p logo 是这样 那首先这里有个圆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 effect 我相信他很多人没有试过这边的功能肯定是 那就这个v vote rotate的话是选两个都旋转 但是啊 你点了一下p logo 然后点下p logo 哎 你看不到对 他就 他就没说过哎 你看他就说有一个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这样子一个怎么就叫就是一根 哎啊甜甜圈对甜圈 那你会看到像是一个甜甜圈图案吗 那你要变大变小可以吗 没有问题 你看 因为那记得勾上这个p logo 这个p logo 一定要勾上 那你看他是一个黑色 对 因为我刚刚拉的是黑色嘛 那现在看不清对吧 那这样子我给他换个颜色啊 或者换个渐变吧 但其实你要记得渐变不要用渐变了 渐变其实他是没办法上色的 哎 你看这样黄色你点下p logo 哎 对啊 现在这么好多了 然后我们这里随便拉一下 你看反正你适合 然后我们蓝色这块 可以点一下啊 你当然可以点白色部分了 只要是这个区域里面他都可以点 那 你可以这样子 然后我这时候再缩小一下啊 哎 你看好像我类似是要这样的这个形状 那渐变的话怎么样了 对变成灰色的 会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这个你能看得到 对他其实就自动给你设定一个中轴啊 中轴反正你不知道在哪 就是自动给你转一个圈 对吧 他这个形状围着这个中轴转一个圈 然后你点下ok 对 那你说啊 我要一个圆形的一个立体 那怎么办呢 这个我等会再讲啊 先看我把这个给讲完可以吧 好 那这个讲 因为你这个是我网上看了以后好几个 然后把它整合成一个就是说呃 对整合成一个这样子的图案 那那你现在是摸他 你摸六条中轴 然后他还到这个中轴轴 那你想 如果这个是一个方形啊 啊 六边形吧 我们来个六边形 还有个星形吧 可以吧 你这两个会比较明显 你放心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好 那这两个 你看我也是随便拉 对吧 随便拉 那这个反正两个随便拉的时候 那要freely 然后后pb 而你看到了 就是说模拟他一条边就是这样几个轴 然后他会圆着这个就说怎么样 我上面这个是空心的 信不信 我拿给你看 啊 开小了门 你看这也是穿过去的 但为什么下面是穿的 上面这个钉 懂吗 我现在鼠标子这个钉 呃 自己自己好好想幻想一下啊 就是说他就圆着这个转 那六边形那六边形一样的 就是这一样这么转就这样子啊 可以再给你们看一遍吧 这个也要再转一遍啊 看到反正就是一样这样转一遍啊 反正就看你圆着这个边呢 因为你把他这边变垂直了 那中间那个东西就没有了呗 就好 这个希望你能想想你啊 好 那非话不多说 好 我们继续来了 那这个圆形 我们先不要 我们再画一个 那 画3d logo的时候 哪首先你们知道3d的金刚怎么创立的 对吧 3d一个型 怎么穿以后来 比如说我先按着control 按着去 然后我弄个年轻 这时候还是比过 比过以后 preview preview以后 哎 这时候可能我是想这样子一个 然后我稍微拉大一点这样子 啊 拉大以后 对吧 呃 拉大以后 其实对 反正那这个因为我使用3d软件比较多了 很少用这个功能真的是没有想过在评论里面 没有拿点在 这个map art 以后对 这时候你也看了对simble看到sim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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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的意思啊 反正就啊 然后scape scale to fit scale是形状 然后scale to fit就是说呃 中文真的不知道 就是说反正就完全就是说 匹配这个呃 形状 那这时候你可以再拉吗 可以点一下左键呃 点一下左键按紧拉 然后 都可以反正就是但是插不出这个白子去 你怎么拉路超越不出去 然后这样子哎 你看到了对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什么shake hour 就是说你看到光点 我在我点快点 哎 再点这里 这个我先关掉啊 没了 又有对 这个就会有观点 那这个对 这个是我们编辑所用的 啊 就是说把我们的一个有颜色就另外一个部分给那个取消 就是说我们要的是一个透视的这样子一个形状 那其实我们要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然后点一下ok先 点一下ok以后 然后你发现一对 没错 他其实还是可以再继续移动的 没有问题的好 那这样子我们 呃 能改的东西其实也就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对 点一下ok 然后这样子我们能不能上色了 我给你们时间了 对的不能上色 那只编辑了 对 就说三地怕谁可以这样子缺陷了 我刚刚随便点凭 然后那怎么办呢 对 你要你们要在这里object express appliance 就是express appliance 然后这里 然后点一下controls加g 也再点一下controls加g 也就说解开啊 那个解散群组两次 再来release click mask 就说那个解开那个什么 也就是说这时候这个东西已经不能还原回去 就三地的那个操作了 你就是说现在他完全就变成一个模图块啊 懂了吧 就是其实就跟那个比如说我现在这样也很值得吧 你们懂吧 懂吧 记了吧 拉一个块 然后它是一排字啊 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一排字 对吧 那一个牌 反正我不管怎么让他会往这边收 对吧 那这个呢就不是了 对 懂了吧 就是说这个会变形啊 一个是标题用的 一个是那个政府用的 好 然后我再说点一下controls加g controls加g 懂吧 你看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可编辑字体 看懂吧 对吧 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他能不能在编辑不能了 就他就不是你看 那我点进去 你拿到对 他就不是一个字体了 懂吧 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好 那这时候我们解开了一个群组 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这样子 哎 我们可以把下面这些都不要 对 下面这些哎 你看到了 对 然后其实啊 一开始看起眼睛会比较累 正常正常 非常正常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这个给删掉啊 你看到哎 这时候好像你看就有没有下一个收东西往中间那边收的一个平衡感啊 这个是比较靠眼力的一个部分啊 然后这时候这个我们要是这样子一个形状 对吧 差不多啊 那这个线那这个线我根本管他 反正就当然我调了问题 那这时候哎 这样子可不可以变一下 你们看哎 这时候就可以了 看到了吧 那当然我们整个选 我们这时候给他一个哎 不对怎么办呢 对啊 我们要这样子整个选上以后 然后这里不是有条线吗 梦吧 我们呢 需要这样子把这个线给删掉 就说这是他本身的那个白块 你懂吧 就说本身他还是有一个白色的块的 我们需要把我们可以这样子控除叫应该控制啊 控制加我看到了吧 就说我们需要把这些线给清掉 这样子能懂吗 我这个意思啊 你看 然后这怎么简单控制加就要玩 对啊 好像差不多了吧 这里还有对吧 然后再回去看 那这时候你们再看一下 哎 你看到好很多了 对吧 懂吗 就是就是那个快的问题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它很快 哎 这时候反正就是大概就这样子 那你说这两个人们 嗯 一起变了啊 非常的抱歉 呃 这个没有办法 那就是说只能让他这样的 没错 只能让他这样 你看 呃 这时候 这个大的块也不要 这个大的块也不要 哎 就是说本身的白块被我们上色 说会出现刚刚那样子一个情况 那这时候 如果这时候有这些我们必要对这些不要 那你看 反正这个就没办法解决了 整这样子 那就对整这样子一个颜色 然后这样子就会做成一个我们一个圆巾的这样子一个logo啊 就说你的把想象成什么都可以啊 你们最喜欢吧 好 那我们继续就这样子 就做一个3D的立体logo 而且是不用整修化的 是不简单很多 那刚刚那个白块的问题 对是完全靠眼力 你不要想说我一下生成啊 要软件里面 千万不要有这样想法 就你什么都一次心灵生成 那其实软件不用不用弄得那么复杂 好 这时候再下来就是一样拉下来 然后关注加加低 对 然后这次我就这样子吧 我弄得长一点 然后黑色黑色以后 关注加G 群组OK 然后我把这个给放进来 放进来以后 对吧 那你现在看了这个是一个渐变 那这个渐变以后 我我这样子 呃 我把它一个 弄一个 弄一个 这样也是一样 比如 呃 哎 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 刚刚不知道跟你讲吗 怎么画个圆 圆就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你们需要window 然后呢 把fine的这个你们那给是那个就反正你要怕fine的就是线条寻找 这个中文真不知道 反正shift加快速加f9 你们可以用快点键啊 然后这个以后 哎 对 就是不而加价加急系统 那怎么样 我们应该怎么样选这两个一起选 然后选择这个 交集啊 我们要交接部分 哎 你看他就有了 就这样子很简单的 然后那个shake model 你看这时候就这个 哎 他就是你看到了 他就像某版那样子一个概念 那如果是说 我们想办法变成一个形状呢 可不可以可以 我们选上面这个shake 下面那个是线 就是说更像某版 这个是那个形状 哎 你看形状就变成这样子 懂了吧 其实这个呃 在air里面 这个功能不是特别好用 反而在哪里好用 在那个coach CDR 我们简称的好 我们pview一下 哎 非常的efficient 不是了 呃 反正这时候你们要选 这里可以选方向的 来看band 反正都可以选啊 选一个方向啊 可能就是选一个你们喜欢的 好 那你看到这时候渐变 它是灰色的 这样你们就看到了 那这时候选一个map 啊 我们不要速的 这时候我们就选刚刚我们横的那个 那横的那个对 哎 等等 这一个new simple 这样吧 然后这个我们往过来 哎呃 好像起 哦 懂了 懂了 那一个 对 就是没有找到 那一个对 他在这个面 new simple one 嗯 然后呢 surface one 哎 在这里啊 然后我们需要换一个surface 就是说 我们想贴的时候 我们哎 我们就说这个是他有不同一个曲面 对吧 然后呢 这时候你看到 a surface one two 你可以看到 它就贴到这个面上面了 就 我 我想看到整个覆盖这样子啊 这样 再再超过去啊 再拉 哎 这时候我想再进修改 哎 你看 可以 它还可以把它变斜的 能懂吗 就是说它可以变成一个斜面 然后我们这时候打一下go 对 你看到 其实它就会成这样子一个形状啊 螺旋形形的形状啊 但是呢 这一个 但是这一个的话 再来一遍 哦 为什么他刚刚只有一半 我这个我看一下啊 应该是三匹六下方 方便不是 应该是 方便 方便 对 起 他好像是反过来了 对吧 没关系 那反反过来 我们试一下这样子 这个方向我说说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去定义呢 那我们这次我们这样子吧 反正就是这样 反正要两个选 然后也是要选择一个并体啊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看一下方向会不会对 这样子 啊 这次对了 他真的不知道他怎么默认的 他可能是可能选择两边重叠的那条线 然后做一个中轴 他会讲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子的情况 而你看这次就应该是没问题 哎 你看 就说如果不行 就好像像我刚刚那种旺的方向 哎 你看到了 没有 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很像什么 哎 我觉得你们应该对 同点的那个设计楼库 应该还是 但当然这个要先说好要再调整了 你不要上来就好 然后 ok 对好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狠的形状 多吧 然后这时候 我们一样的 还是 啊 就这样子 object 然后 控制 加击 控制 加击 再来 你这时候会发现 对 但是我给他一个 随到我给他一个 我在见面 哎 你看到 其实这么一感受上加红点的 那个得 呃 那个就那个红点设计的 那个 呃 那个logo 对吧 就是这样子去做的 等等吧 好 那时候 这时候 最后一个pattern 我们去 我们来弄一下啊 这这次是最后一个pattern 那几乎其实3d logo就是这么来做的 是不是很简单 另外一开始是不是想很差 其实并没有 啊 好 然后这样做的 控制加低 然后这时候就这样 好 这时候就弄 我弄一下第三个吧 对吧 然后也是一样 然后这样拉下来 控制d 好 那这时候 这样子一个形状 我们算是有了 然后我再加 啊 不是 控制加击 好 这个不要 啊 控制加击以后 我们拉进来 simple 好 然后这个三条 那这样子有两个logo 我们算是完成了 然后再下来 我们一样用一个 用一个圆形吧 可以吧 用一个圆形 呃 对 因为现在很多的 ai 因为太多 我更多是专攻给产品的一个同学了 所以呢 就是怎么样了 啊 我真哎呀 我真不知道应该是弄些什么东西 如果说弄作品级或不同的设计 那也不算是两个关键课 那个我另外再开 呃 最近在准备那个字体设计的课 但是他不会以一个 ai的课程来打开 会以一个真正一个设计课程来做这样子一个情况好 那我们要那个 这是把这个点给放上去先 然后呃 这个点我想这样子 我想他密集一点 我们就对这样子 哎 他会自动防波让你这个曲率了 啊 pb 哦 哦 然后这时候 哦 对 你看到就很多东西 你就会看到他这个形状自己就变化 但这个呢 怎么讲呢 就我弄了点太疏了 我想把它弄密集一点 但 嗯 我想弄密集一点 那或者就这样子输一点 这样 反正就大概这样子吧 然后得点一下 ok 然后这时候你又看到他会圆着我这个边来转 那这个边比如说我现在一样 同一个步骤啊 呃 对吧 对 那你这样看到就是我这样的一个面已经完成了 我这个我就不要了 对吧 就这样子 然后呢 控制加J 也不是 反过来 然后这个控制控制控制对吧 呃 然后我点下灰色 对就是这上面 然后这时候我 因为这个是前面的 然后你们这时候可以看到去最简单的一个阴影效果就这样子 哎 你看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阴影效果就这样子做的 你看是不是有点晃啊 对的 好的 那一个今天的课程吧 就到这里啊 有什么问题 你们反正或者有什么网上看到的视频 然后你想用我用中文这样子可以重置一遍的 你们自己给我说一下 对吧 因为哎呀 我真想不到怎么去更新 那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